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地球旅馆 我是Lainster 之前我们谈到了血月这种异象 在天文学家看来呢 这都是很平常的天文现象 但是古人却不是这样认为 他们认为啊 这是不祥之兆 也许将有大事要发生了 因为他们相信日月星辰的变化会影响地上的事情 可能是好事 也可能是坏事 那么除了血月之外 还有其他哪些难以解释的异象呢 5月1日的中午 台北地区出现了日运奇景 一圈七彩的光运环绕着太阳和蓝天白云相互映衬 美不胜收 而距离台北2000公里之外的云南省昆明市 罗平复原 红河尼勒等地也出现了日运景观 那这个日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古人常说 日运三更雨 月运五十风 什么意思呢 在古代 天气的好坏啊 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说靠天吃饭嘛 关系到所有人的生存 但是古人并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监测仪器啊 所以呢 很多时候就是通过云朵的形状 或者是观察太阳月亮来预知天气 我们来简单科普一下 出现在太阳周围的光圈叫日运 那出现在月亮周围的光圈就叫月运了 这句日运三更雨 月运五十风的意思就是说 每当出现日运或者是月运的时候啊 就意味着风雨天气即将到来 当然也不是说每次出现了日月运之后啊 必定会刮风下雨 还要根据当时云的变化情况去分析 一般认为呢 出现月运以后 下雨的可能性会比日运时要少 而多是刮风天气 那这有什么科学道理吗 如果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的话 日运的出现就是由于悬浮在大气中的冰晶 折射或者是反射日光或者是月光而形成的光学现象 而大气中的冰晶通常是由卷状云带来的 当太阳射入冰晶时 反射到人的眼睛 产生环状或者是弧状的卷圈 通常是内圈红光 外圈为紫光 中国古人认为日运的出现是不祥之兆 预示着灾祸 从阴阳学的角度来讲 因为阴阳又能够指代男女 所以日运的出现就意味着阴阳不和 男女混乱 是不祥的征兆 日运的另一个预兆就是战争或者是武力 在古代的兵家或者是阴阳家来看 日运是一个引导进攻的标志 他们认为这个时候进攻必然能大获全胜 在中国古代日运还有一种称呼叫 白红贯日 翻译下就是白色的长红穿日而过 那白红贯日这个词呢 日代表君王 而红代表臣子 白红贯日有臣下施主的象征 战国册《魏册寺》中也有一段刺客的故事 也出现了日运这种现象 战国时期有一个叫摄政的人 他的父亲被韩王所杀 他为了躲避仇杀到了齐国 在当地以狭义著称 为了替好友严仲子报仇 孤身一人去刺杀韩国国相 古人相信天道精微 天人交感 日运 月运 日时 月时 还有彗星这些意象 对应着地象和人象 是上天赐给人的征兆 从远古起 人就暴露在日 月 水 火 雷电之中 为了给渺小无助的人类一丝指引 星空就成了一张上天赐给人类 帮助人看懂生死进退的地图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天官 太史令或者是巴比伦文明中的占星师 都有观察天象 预补先知的奇能 《圣经》和《中外史诸》里 也都记载了看星宿 预补未来的故事 神奇的是 这些占卜都一一灵验了 旷野中明亮的伯利恒之星 预示了基督的降生 而在《三国志》中 孔明从天上的星宿 预知了自己最后的时辰 也印证了天上人间之间的神秘的对应关系 还有我们熟悉的印度男孩阿比亚 也是通过占星来预测到瘟疫的 前面讲的古人认为日运是不吉利的 但是有些人认为佛经中所说的佛光就是日运 所以在佛教中看到的佛光是吉祥的象征 那佛光到底是不是日运 二者有什么差别吗 首先说说为什么人们把日运说成是佛光 因为日运的出现往往是带来了充足的雨水 就像是佛祖联系众生降下的甘林一样 而实际上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那日运的出现就说明空气中的水气很多 也就是将要下雨的前兆 比如曾经有一次四川就严重干旱 但是后来引来了所谓的佛光 雨水也就倒来了 最终缓解了旱情 所以日运也就被称为佛光了 那真正的佛光究竟是什么呢 佛光一般会在一些明山大川或者是著名的寺庙中看到 佛经中说佛光是佛从眉宇间放射出来的一道光芒 只有与佛有缘的人才能看到这种光 那么在哪里最容易看到佛光呢 华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哈 就是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大名鼎鼎的峨眉山 当人们站在峨眉金顶背向太阳而立 前下风弥漫着云雾的时候 就能有缘看到外红内子的五彩光环 神奇的是光环中间竟然会出现自己的身影 如果人走动身影也会随之移动 但是总在光环之中 如果几个人甚至是十几个人同时看 每个人就只能看见一个光环和自己的影子 一人一个互不干扰 这就是四川峨眉的佛光奇观 在举世闻名的日出云海佛光和圣灯四大奇观中 峨眉山的佛光是最奇特的一种自然现象 它平均一年会出现60多次 有的时候一年甚至会出现80多次 所以人们也把它称为峨眉宝光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异象之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数码相机时不时也能拍到异象 就是能拍到这种带有光点的照片 就像一团光球一样 有的时候还会拍出很多个这样的光点 这可不是日月或者什么佛光啊 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光点是一种反射光影 是一些固体颗粒 比如说灰尘啊花粉啊 或者是液体粒子水滴或者是其他的异物 在相机的镜头上附着而产生的效果 但是美国NASA的研究员海内曼博士 他以自己在显微镜下观察的结果宣布 这种光点是一种能量球 并且把它们称作Orbs 是一种超自然现象 并非是相机坏了或者是发霉了 还是水珠灰尘之类的 而且海内曼博士还专门写了一本书 来讲解这些Orbs 书中提到能拍摄出光球的相机 由于较旧的机型啊 在解像的过程中 没有办法将这个红外线过滤掉 所以呢拍出的几率会比较高 海内曼博士做了很多很多的对比实验 他将假的与真的照片进行比较 用科学的方法仔细分析 想深入研究的小伙伴们 也可以去找找这本书 这种能量球 它是一种光体 是透明的七彩光 内部有图腾 带有能量的光粒子光球 研究人员说 这种光球是我们人体最细微的 基本的单位和元素 也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能量单位 只有我们在高能量状态时 才能看到它们的存在 使用普通的相机 有闪光灯的就可以拍摄到 任何对象 物体 环境 人都可以拍到 只要拍摄者或者是被拍摄者 或者是环境 被美好的能量包围时 就可以拍到 往往这类照片 会在修行的场所 或者是有集体意识的场合下拍到 大家可以看看 只要把照片在电脑里放大 就会发现 有一些漂亮的透明光球 它们显示出几何形状 有些像太极的图像 有些像脸的图像 也有一些光球 看起来坚固又明亮 但是它们没有光线照到地面 或任何地方 它们是独立而自由漂浮着的 而且还能变形 或者是爆开 或者是消失 还有的人说 还能以心灵 与它们沟通 当然也有的说法说 这些能量球是灵体 是灵魂的光体 我看这也说的没错 因为我们的身心灵 本质就是光 但是它不是鬼魂 鬼魂是低频率的 它还没有去投胎 所以在世间游荡的 孤魂野鬼 或者是动物灵 也都是一样的低频率 说到动物灵 跟大家说一个有趣的故事 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故事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朋友的亲戚身上的 他是一个养鸡厂的老板 医生宰杀了不少鸡 就在他去世的档口上 身体开始腐烂了 但是却很艰难的 无法咽下最后一口气 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气 我的朋友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就叫身边的人找来了一把菜刀 一盆热水 还有一条绳子 放在床底下 果然这样做了之后 他就没有这样了 他就安详的离去了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那位朋友说了 当他的亲戚的灵魂要离开身体时 看到眼前都是一群群的机灵在跟前 好像是来讨债的 可能都是被他以前宰杀过的吧 老板的魂刚出来以后 就被吓得退回到身体里 然后灵魂再离开身体 外面又是一群机灵 又被吓得再回到身体里 所以他就一抽一抽的喘气 因为是用菜刀热水和绳子来载机 所以只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床下 可能就把机灵吓跑了吧 那老板的灵魂也就成功的离开了 当然是不是这样 大家就当故事听吧 那我自己对Werb光球的理解是 它就是高于我们这个三维时空 反映到这里的现象 它可能是高龄 也可能是其他不同的生命存在形式 也可能只是一种能量团 各种可能性都有 但是都和你有关 我们从三维时空看 它就是超自然现象 但是在四维时空看 它就是自然现象了 那么你曾经拍摄到这种Werb光球吗 好 喜欢我的话就请按赞分享 也请大家订阅我们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地球人馆 我是Lester